绝了绝了绝了 iPhone16系列就要发布了 但是小杨已经提前拿到了他们的真机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聊一聊 16PM和15PM都会有哪些升级 第一屏幕升级 整体黑边会收得更窄 尺寸也有原来的6.7英寸 升级到了6.9英寸 第二除了主摄 超广角镜头也会升级到4800万像素 至于前望式摄像头 估计按照库克的这种想法 肯定还会在自己牙膏 第三就是触控按键会更加的完善 全息将标配一个触控式按键 这可不是毫米波雷达 很可能会做一个拍摄快门 或者是AI一键换成的功能 那么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呢 第四就是处理器了 将会从A17 Pro提升到 第二代的3纳米工艺的A18 Pro 不仅性能更强 功耗也比上一代更低了 第五续航和电池 4676毫安时的高密度大容量电池 比15PM多出了5% 最关键的充电功率 也由原来的27瓦升级到了40瓦 第六新增了AI功能与本地大模型 其他版本将用上菜的GPT 国行版本则会是采用百度的文心一言 第七根据尺寸上的变化 与外媒传出的信息可以了解到 PM系列很有可能改名为Ultra 那么以上就是小杨 收集到关于16PM的全部信息了 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的 记得关注来回科技小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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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